喝手饮料是很多现代人的习惯 不过根据美国CDC研究发现 爱喝含糖饮料的成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机会比一般人高很多 随时点一杯手摇饮料香甜顺口 可是很多人的习惯 不要小心了 如果喜欢每天来杯含糖饮料 心血管疾病恐怕也会找上门 美国疾病管理预防中心 针对44岁共有3万1000人做调查 发现有七成的人每天摄取的糖分都过量 如果天天喝含糖饮料的人 跟每个礼拜只喝一次含糖饮料的人相比 天天喝的人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就高出29% 糖分摄取过多容易让血管硬化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都会跟着上门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每天糖分摄取量不要超过总热量的一成 如果怕摄取过多的糖分 最好少吃糖果饼干汽水手摇引 才不会吃下肚的同时也对健康造成负担 中旺电视编辑报道